除錯方式比較消極的 那當然你要比較積極的除錯方式就是說 你要反覆去逐行去看 而且呢就像說新為什麼要新增監看式 就是說你在逐行除錯的時候你要看 變數裡面的值 是否正確像剛剛同學就是 要翻譯了發現無法翻譯為什麼 因為正列裡面寫進去的並不是工作表名稱 而是寫了什麼什麼班級姓名學號有的沒的 好像是因為切到不正確本來應該是切到最後面的 結果他好像切到這邊來了 就把這些通通都帶過去 那當然沒有這個工作表自然就沒辦法翻譯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如果你要積極的去除錯的話 還是要非常清楚 寫錯記得就是說註解 還有就是縮排這些都必要的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變化題裡面 我想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我只是說 把本來的那個option 本來的下拉選單改成這個option 那這個option的話拖拉過來之後 你可以在上面改option的 就是由大到小 由小到 這個是由大到小 那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在由 由小到大這兩個 那特別注意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你因為他是單選的 只能二選一 所以 各位記得有一個屬性恐怕一定要設定 這個屬性的話 就是叫做group 這個選項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他的有一個叫做 那個 這邊有一個叫group name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有好幾個的話 請你把group name 都設為同一個group 不然的話 有可能他會變多選的 也就是說 都給a 都給b 都給c好了 因為同一個group裡面 只會有一個單選 因為這個這個地方 就是 因為option是單選的 OK 所以group name 都要設定為一樣 不然的話 有可能會點擊 奇怪 兩個都可以選 那如果你要多選是這個 checkbox OK 那 再來程式部分的話 就是點兩下 這個地方就執行這個 我這個地方名稱是obj1 然後他click的時候 就是由大到小 就跑這些 然後呢 obj2就點兩下 去執行 也就是點擊他的時候 他會去執行這個動作 那我把他執行起來 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有沒有這個地方就可以 點一下他就去排序 那可以避免掉就是說像剛剛下拉選單